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来到清华 跟大家一块儿共同学习一下口腔的健康知识吧 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就是咱们现在叫清华大学育权医院口腔科的曲红梅 我是1993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从事口腔工作有20年 现在我先给大家咱们就是直接那个进入主题 这个口腔呢是人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是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就是起始端 它主要有这个唇 夹 舌 鳄 还有这种腺体 牙和颌骨等所组成 咱们一般呢说去看口腔科呢 咱们大部分一般看的就是口腔 牙齿和口腔黏膜 牙周这些疾病 人的一生中呢 大家知道总共是有两副牙齿 一副是乳牙 有一副是横牙 乳牙呢是20颗 一般是从两岁半开始 六个是从半岁开始生长 一般到两岁半的时候就是长齐了 乳牙是20颗 然后从六岁左右开始要替换 一直到十二三岁 二十颗乳牙要替换完 横牙呢是从咱们一般第一颗横牙呢 就叫六零尺 一般是从六岁开始长的 就是叫第一横膜牙 咱们要简单记呢 就是从那个你牙齿中间数 因为那时候乳牙还没开始 就是乳牙的前牙可能会开始替换了 这时候开始后面长横牙 一般这时候长的一颗比较大的一颗牙 这个时候呢孩子比较小 然后那个口腔卫生又做不好 所以这个六零尺呢是特别容易取坏 可这六零尺呢在人的一生中呢 又是特别重要的 这个是要陪伴人一辈子的一颗牙 而且它是这个主要的一个咀嚼的牙 所以现在就是六零尺呢 很多就是要做这种窝钩封闭 这几年呢咱们北京市政府 就给大家就是免费 免费为士龄儿童做这个窝钩封闭 应该是在每年的四月份到十月份 会有这种通知 只要是那个孩子带上你的户口本或出生证 能证明你年龄的这些证件 到那个一些就是定点的一些医院去做 它就是这个是可以免费做的 一般横牙呢总共是28到32颗牙 现在说只要有28颗牙就够了 后面还有一个就是一般长四个智齿 这个智齿一般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才长 这个智齿呢因为是人从人的这个 就是这个进化吧 这个颌骨呢就像你最很早的时候 这个颌骨特别特别长 但是牙就排得特别稀疏 随着人类的进化呢就是颌骨 颌骨那个就是收缩的速度比牙齿 收缩的速度要快 所以呢就是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孩子 就是这种挫合其形 就牙齿特别拥挤 很多孩子都要带这种矫正矫 要做那个就是正肌 咱们平常说叫正肌 把牙齿要一些拔一些牙呀 把它排列整齐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智齿呢 就是一般现在它一般它长出来 一般都不正 它被挤的就没有位置了 然后那个这个所以这个智齿一般长 现在就是大家都是一般都要被拔掉 它会导致一些什么智齿冠周炎 这些炎症 所以大家就是也不要心疼 有的时候 哎呀我长出来了 有些人大夫可能劝你说这牙应该拔 你说不行我不拔 就觉得我这 长了肯定就有用 有些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这个智齿啊 你就是长完以后 它经常导致你发炎 会导致一些很多其他的疾病 这个智齿就是指的 一般你要从中间数 就是第八颗牙往后数 再一个大家就要有一个概念 叫牙齿的预防要重于治疗 就是都说说牙痛不是病 疼起来真要命 这个就是 但是其实真是等到这个牙疼了 你再去看 说实在就是已经有点晚了 因为什么呀 一旦疼了以后呢 这个肯定就是已经坏到你的牙 就是咱们俗说叫牙神经了 像我们就是坏到牙髓了 你这个时候呢 要治起来就很麻烦 你可能就要杀神经啊 把牙髓处理了 然后杀完神经以后呢 这个牙齿呢就会变脆 变脆以后呢 一般大夫就会建议你要做牙套 这样的话就不管从时间上 精力上 金钱上 你都要花费付出更多的 如果你要能在这个预防阶段就做好 如果发现牙齿有小的 小的取动 及时补了 就不至于让它再继续往深的发展 快不到牙髓 然后再一个牙周呢 平常注意一些牙周维护 然后那个口腔卫生 做得比较好 然后那个及时清理牙结石 牙菌斑 这个就是能导致 就是保护你的牙周 这样牙齿也不至于松动 不是说人老了 说牙 不是说人老了 一定要掉牙 不是这么个概念 如果你保护好了 人到老了 这个牙齿也是不会掉的 再说这个口腔健康 是全身健康的基础 口腔健康呢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全身的健康 口腔的疾病呢 现在主要就是由曲病 牙周病 这些呢 都是破坏牙齿的硬组织 和牙齿周围支持组织 它除了影响这些咀嚼 言语美观等功能外 还会引起社会交往困难 和心理障碍 你像有些人 后牙没了 有时候还不影响这个 有时候前牙一没了 那肯定 最起码简单说 就是不好看了 前面豁了 说话也漏风了 这样你跟人交往的时候 你肯定就是 你就会不自信了 还有这种口腔疾病呢 不管是牙周病或曲病 它都是一种 这些微生物呢 长期存在这个口腔当中 它就可能会导致过 加剧某些全身性的疾病 比如这种冠心病 糖尿病等 危害全身健康 影响生命质量 再一个全身疾病呢 对口腔健康呢 它也是有影响的 所以一般你看 去看牙的时候 或者你要拔牙 有时候你牙齿松动了 去了 可能大夫就会问你 那个有没有糖尿病 尤其这个糖尿病 对牙周的损害是很厉害的 一般糖尿病的病人 他就是牙齿松动的都比较早 就是一般糖尿病人 他就是抗感染能力下降了 所以他就是一般 就是牙周炎 牙周炎的 会导致牙周炎的那个 频率比较高 再一个就是 拔牙的伤口呢 比较难以愈合 所以一般呢 大家如果 有这个概念以后 就知道了 如果说你是 糖尿病的患者 然后你要想去医院 拔牙的时候呢 最好提前 一个是要 服用降糖药 把血糖药控制在正常水平 同时呢 就是在你拔牙前 你一定要记着 提前两天或三天 最起码提前一天吧 就是先把消炎药要吃上 吃上以后 然后你到医院去拔牙 拔完牙以后 再接着服用消炎药 这样的话 就是能够避免这种伤口的感染 要不然你没有这个常识的话呢 可能你说 我今天都做好准备了 我来拔牙来了 去了大夫一问 说有糖尿病吗 好容易挂上号了 一问 说他那个 有糖尿病 说你吃消炎药了 没吃 说他今天拔不了 那大家就会特别特别沮丧 我好容易挂上号了 又拔不了 就是他有这种常识 再一个就好比说老年人 现在大多人可能很多服用 阿斯匹林 阿斯匹林呢 它是那个抗凝血 在拔牙之前 你要想着 你要最起码要停上三天的阿斯匹林 还有有些就是放了心脏支架的患者 吃一些抗凝的药物 这个都是就是拔牙之前 想着要停几天这些药物以后 再去拔牙 要不然就容易导致你拔牙后 这种出血不止 还有高血压的病人 那个这个菌斑呢 一般它的菌斑的变化 就从牙菌斑 它会慢慢的变 陈旧性的 新鲜的牙菌斑 它对牙齿的损害 是很小的 就是这种陈旧性的牙菌斑 它对牙齿的损害会特别特别大 我这个菌斑牙是在这刺激的 最后 那它就会导致你一个取病啊 牙周病啊 它都会引起的这些 咱们现在一般讲的就是最起码要早晚刷牙 可能大家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呢 就是更更觉得说哎呀 觉得早晨要出门了 我那个觉得我不刷牙可能嘴里有味 会影响你的那个跟别人的交往 但其实从口腔保健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晚上刷牙其实是更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人睡觉以后啊 你的口腔是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口腔上你没有清洁好 然后这个牙菌斑呢 等于是在你这个再静止的环境当中 它就是繁殖的会 就是里面细菌繁殖会更快 它就对你的牙齿的那个损害会更大 所以平常呢 你看还有些人就是有 他有些人好比因为有一侧 他这个牙有毛病 然后他就不用这侧的吃 他老用另一侧吃 最后呢 你往往会发觉什么呢 他不吃的这一侧 他的牙结实会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食物是有一个自节作用 就是你经常拿食物吃的话 他咀嚼 他这个食物会也会有一个 其实是他也是在不断的清洁 你老不用的这一侧 他反倒会长牙结实会长得更快 所以一般呢 就是刷牙呢 能去除牙菌般软垢 和这种食物残渣 能够保持口腔卫生 这样就是还讲究一个 就是一个刷牙的方法 我这带了一个模型 这个口腔的模型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讲 这种刷牙的方法 这个刷牙呢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以前 就说牙齿啊 就是最后牙根部 这会会出现这个勾 会导致有些酸 我们管它叫歇状缺损 大家可能会觉得 呀我这牙开始就是吃凉的热的 有酸有刺激了 然后大夫一检查说 你这会儿有歇状缺损 可能需要补 一般这个歇状缺损呢 就是在这个牙根部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呢 是牙幼稚是比较薄弱的 然后如果像以前那种刷牙呢 大家老是就这么横着刷牙 这种长期就是滴水穿石的作用 它就把它就磨损了 所以现在就是 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是什么呢 好比说就是刷上面的牙的时候 这个牙刷毛 用冲上有个45度的角度 牙刷毛一半在牙齿上 一半在牙银上 然后这牙齿跟牙银之间 这里面是有一个潜在的一个牙银沟 正常的牙银沟 应该也就在两毫米吧 二到三毫米 所以属于正常状态 咱们刷牙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牙银沟里清理干净 就是牙刷毛你这个角度一放 这个牙刷毛能进到牙银沟里 然后呢 你就这么水平 这么原位 这么颤一颤 然后这么颤一颤 就相当于咱们刷东西 把它先刷松了 然后你顺着牙缝这么刷 就是每一个这个牙齿 你看你这个牙刷 每一个盖个两个三个牙的位置 然后就是要注意这个动作 刚开始你可能会比较别扭 尤其刷里面的时候 里面也一样 刷里面的牙的时候 就是你要 就是你想到你的牙刷要进到牙齿跟牙银之间的牙银沟里 就是这么个角度 然后两侧上下都是这样 下面的就是冲下一个45度的角度 大家能听明白吧这个 就是一定要让你这个牙刷 牙刷毛能进到牙齿跟牙银之间 牙银沟里 一般长牙结实肯定都是长在这个牙的根部这块 靠近牙银这个位置 然后还有呢 就是你刷牙的同时呢 你可以拿那个 把那个舌头也可以刷一刷 这个也能改变 改变一些口腔的异味 这就是指的是刷牙方法 再一个就是牙刷呢 大家选择牙刷呢 不要选择头太大的 你别图省事 或者大头牙刷 是不是一线能刷好多颗牙 因为你要头大了以后 你后面的牙 你个牙刷就伸托进去了 然后你清理的就不好 要选择那种头稍微小一点的 刷毛比较软的 然后最好是那个刷包的顶端的 圆顿一些 这些你可能看是看不出来 这个有时候要用起来 你应该能感觉到 有些牙刷你会觉得用的比较舒服 它可能就是 就是那个顶端呢 它给你就磨了一下 打磨了一下 不是那么特别 特别尖锐的那种感觉 这个就我觉得选择一些 就是品牌的牙刷 应该你就换着用 最后你选择一个那个 适合自己的就可以 然后再一个牙刷 就是放 这个我觉得好像因为 现在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牙刷 以前大家都是刷完牙 牙刷头冲下 就觉得这么干净 但现在应该是牙刷头 应该是要露出来 露出来以后呢 让它这个风吹干了 它保持一个干燥 保持干燥呢 是能够防止牙刷藏起这个细菌 一般呢 这个牙刷呢 是在三个月左右 要更换一次的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 要是用的方法不太对啊 它牙刷毛就可能用完了 哎呀牙刷用 没用几次 牙刷毛就倒了 就是那种撇开了那种 那这时候牙刷毛就要及时更换了 要不然它就会对你这个口腔的软硬组织 都会造成损伤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提倡大家选择牙线 或者是牙尖刷 这些辅助的清洁来牙尖细 牙线可能大家 我估计可能用的都比较少 但是呢 就说咱们刷牙呢 可能可以把牙齿的 就是夹侧舌侧 就咱们平常说外面里面 你都能刷干净了 但是呢 你这个两个牙齿之间 这个牙刷是刷不进去的 这时候就要选择用牙线 牙线应该超市里面也都有卖的 牙线就是要是 给它放在这两个牙齿之间 放在牙齿之间以后 完了贴着牙齿的一侧 往外刮一下子 然后再贴着另一侧 给它刮出来 就是要把这个鳞面给它清理干净 很多人的习惯 就特别容易发生在两个牙齿之间 挨在这个侧面的位置 当然这个也跟这个 人体的口腔环境可能有关系 像有些人就特别容易长屈齿 有些人可能就不太容易长屈齿 但是一说刷牙 说别我认识谁 谁人就不刷牙 人家好呢 这个都是极个别的情况 再一个就是 尖细刷呢 就是有些好比说老年人 如果说牙齿萎缩以后 咱们看这个牙齿的这个 牙齿本身这种形态啊 它这个牙罐呢 是比较宽的 越到牙根了 它就是窄了 如果这个牙周病呢 它会导致牙齿萎缩 好比正常牙在这吧 牙周病牙齿就萎缩到这了 萎缩以后呢 就是等于是两个 就是窄的地方就暴露的多了 这样的话呢 直接那个缝就会越来越大 这块缝呢 有些呢 就可以用那种叫尖细刷 尖细刷 我这带的有一个那个 就像就像这种 就是那种尖细刷 就是特别细小的刷毛 它现在很多做正机 小孩做正机的 或者是老年人的 可以用这种 它那个就是 小刷子头上特别细 然后可以插到这牙缝里刷一刷 然后再说说这个牙膏 经常可能有人会问 说这个牙膏选择什么样的牙膏好 一般呢 现在就说可以选择这种寒佛的牙膏 寒佛的牙膏呢 它是会增强这个牙齿的硬度的 坚固度 但是呢 现在不是还有什么叫佛斑牙吗 佛斑牙那个是指的 一般就是区域性的 这个区域可能它那个水的含佛量过高 它长期引用这种水 然后它导致就牙上呢 就是它身体里佛的量多了以后 在牙齿上表现的就是 牙上出现一些黄斑 那就是不好看 但是你别说这种佛斑牙 它还真是一般取齿比较少 它比较坚固 就是掌握一个度的问题 现在所以很多你看 而且孩子们上幼儿园 上小学 有的时候都会 说让他们叫 给他们做一个检查还是治疗 就让他们咬一下东西 那个东西可能应该含佛的一个制剂 那个对孩子的牙齿肯定是有好处的 平常那个用牙膏的时候呢 我觉得就是正规品牌 然后那个 可以用点含佛的 还有些呢 有那个牙齿敏感的呢 你可以是用点那个什么 什么冷酸磷啊 就是防止脱敏的 就是能够 就是脱敏的这些牙膏 这就换着用 牙膏就是 最好是换着 换着品牌用 不要长期老单用一种 最重要的 其实牙膏就是不是特别重要的 但是就是刷牙的方法是更重要的 掌握一个好的方法 一般刷牙应该是 最少刷一次 应该是在三分钟左右 这就说 韩佛牙膏 现在韩佛牙 市场上 韩佛牙膏应该也 也比较多 各种品牌可能都会有 还有就是这个 儿童 再说说儿童 有很多这个 小孩刷牙 比如说 应该是孩子吧 从他长牙了 按理就应该做口腔的清洁 但是呢 你说六个多月 孩子长牙了 他肯定他也不会刷牙 你这时候家长可能也那个 你也没法给他刷 但这个时候怎么做清洁呢 有时候可以是家长 你把手洗干净以后 在手指上缠上那种纱布 干净的销布纱布 然后你那个 沾上水 给他可以蹭一蹭 然后那个 等到两岁半 牙出齐了 孩子有一定的这种 那个能够自己 这个 有这个能力吧 开始刷牙的时候 就要浇过来 刷牙 刚开始呢 你可以让他不用牙膏 你就拿那个 弄点凉白开 就是万一说孩子咽了 也没关系 他如果说不会吐 咽了都没关系 但是呢 你就是让他 这个也需要技巧嘛 你就让孩子 刚才跟玩的 让他觉得 特别有兴趣来干这个事 所以现在我们经常看 有些孩子就是 四五岁 那牙就烂得 就不成样子了 好多牙都坏了 这种一般都是家长 比较交惯 就老觉得 一般都是 这爷爷哪带来了 你一问 是他刷牙吗 哎呦不行 孩子不爱刷 然后就 其实这是害孩子 就是一看那种 那个牙 我们现在都觉得 头大 因为这孩子 治疗起来 还是他不太配合 牙又多 再一个就说 这个吸烟这个问题 吸烟呢 是引起口腔癌的 主要危险因素 90%以上的 口腔癌患者呢 都是吸烟的 他这个吸烟 也是牙周病的 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然后吸烟呢 还会引起 就是一些那个 就是烟斑 咱们那个 就是可能不美观 但是如果说 仅仅有烟斑 没有牙食吧 它对这个牙周的损害 还不是很大 它就是一个 影响美观的问题 所以有些人就说 我洗牙 洗完牙 你说抽烟吗 它还抽 那你抽 抽烟 它还得涨 而且这个牙食呢 也是 为什么说 大家说要定期的 去洗牙呢 那就说 有些人说 那呀呀不行 有些人那个 洗完牙以后 因为它就是 牙食特别多的时候呢 长期就是 忽在你那个牙面上 你会觉得 好像里面 它还特别平 它就给你 把那个牙缝都没了 完了 你洗完以后吧 它跟牙跟牙之间 那个缝都出来了 而且它会特别敏感 所以有些人就有误区 说那呀不行 说这个一洗牙 把我牙都洗松了 它就可能 就是这种错误的认为 就是以前那个牙结石在那 大家可能想着就觉得 好像暂时的是 给它好像是 还就是 忽在一块了 完了 你这个牙食一去掉以后 它这种敏感程度 它增加了 但其实呢 牙结石是导致 这种牙草骨萎缩了 它这个牙草骨萎缩 主要就是因为 牙结石在这刺激的 刺激以后 牙草骨萎缩 越萎缩 它漏得越多 漏得越多 所以那个什么 为什么要说 而且有些人就说 人家说我不能洗 说一洗 说那个 人家大夫老说 我就得 老得洗 他就认为 我只要不洗 我就不用 总得洗 但其实就是正常的 就是只要你长牙食 你就应该是在 半年或一年 要洗一次 有些你要真的就是 这个可能 牙食跟口腔环境有关系 有些可能口腔 要是偏碱性环境 它就更容易长牙食 偏酸性环境 是容易长菊齿 所以你就是 有些人就不长 像我 我就不长牙食 这个也不是说 我因为是口腔医生 就是因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 上大学之前 我肯定也不了解这些知识 后来上学的时候 我们互相检查 说互相要洗牙 一查我 说没有牙食 那这可能就是也是 反正可能也有很大一部分人 跟这个口腔环境也有关系 但就说你只要长牙食 你就应该定期的清洗一下 清洗牙食 对牙周肯定是 这个好处肯定是要大的 而且它这种就是牙周呢 这种牙周炎吧 它这个发病过程呢 它是有个什么呀 它是个静止期跟活动期 是交替进行的 可能你这段时间 你会觉得牙齿松 疼 爱出血 然后那个 你说我 过段时间我没治它 它就觉得好点了 好点了 其实是什么呀 它是在一个 又等于是 又在破坏了一个新的层面上 它达到了一个 相对的一个稳定阶段 但其实这个时候呢 你只是自我感觉 你症状上觉得好点了 但其实你要从内部上 你看牙草骨继续萎缩了 牙隐也随之萎缩了 所以大家就是要 定期的进行口腔 检查 每年至少一次吧 这样的话 能够及时地发现 你的口腔疾病 不管是牙周炎啊 取病啊 及时地发现以后 及时地治疗 就是把它 就是在比较轻的时候 你就给它遏制住 但你说牙周病 说我这牙草骨 已经吸收了 说我通过治疗 我是不是让牙草骨 还能长起来啊 这是肯定长起来的 这种牙周病的治疗 就是我只能是 让它维持你的现状 别再继续往深地发展 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波了 就是很大的成功了吧 这牙骨头一旦萎缩了 这长肯定是长不上来了 所以呢 我们要就是提倡定期的 要 我们叫节制 就平常说的是洗牙 这个洗完牙呢 当时你肯定吧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牙结石原来是 护在牙颈部这 这个牙结石一去掉以后 这个牙颈部这 肯定会比较敏感 这个都是一个短期的过程 所以一般就是 洗完牙以后呢 一般短时间之内 你不要吃过冷过热的 别老刺激它 你这时候一刺激它 就跟咱们那个长的那个心肉似的 它特别嫩 它就是牙齿一去掉以后 它那个根面那块 它对这冷温刺激 肯定传导得比较快 你会觉得更加敏感 所以有些人有误区也是 而且洗牙的时候呢 肯定一般是要输血的 因为你这个一般有牙结石的时候呢 牙颈都是处于一种 冲血的状态 有炎症的状态 这时候你一次地牙齿 把牙齿去掉以后 牙颈 它那个肯定会出血 所以出现这种牙齿出血 牙齿敏感 这都是正常的现象 再一个讲讲说 牙齿敏感是怎么回事呢 我看 这个就给大家看一个图 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正常一个牙齿的 一个解剖图 我给大家讲讲啊 这个 最外边这层白的 这个呢 咱们叫 它叫牙幼制 牙幼制呢 是很坚硬的 是很坚硬的一层组织 它里面呢 这个就是 这个区域是叫牙本质 牙本质呢 它这里面 你看有一些这种牙本质小管 它在那个 电子显示天下 它是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粗大的吧 最起码反比牙幼制 肯定要粗大 牙幼制是很致密的 很坚硬的 到牙本质的时候呢 它这牙本质小管 就比较粗大 然后呢 这里面呢 这叫牙随腔 这个牙随腔里边 你看这就有神经 有血管 都是在牙随腔里边 它这个 周围这个呢 这部分 这部分 是叫牙草骨 咱们平常说 这个牙齿呢 支持组织 它就靠这个牙草骨 来支持的 这个 这部位 这叫牙银 就平常咱们能看到 它叫牙床子 这个根面 这块 这有一层叫牙骨质 然后呢 咱们这个 这个叫牙随腔 牙随腔呢 下面通过根管里边 我们叫根管 这就是根管 平常说 做的根管 沙神经时候 做根管治疗 就指的是这个根管里边 这个根管呢 在牙根尖的这个部位呢 你看这个叫根尖孔 它这个 这个根尖孔呢 就是 等于是牙齿 这个血管神经 从牙草骨这块过来 就是通过这个根尖孔 来进到这个牙随腔里边的 所以一般就是 有几个根 它一般每个根里 都会有这种牙根管 我们平常做根管治疗的时候 就是在做这个根管 跟随腔这一部位 最主要是根管这里边 就是如果一旦出现牙随炎 就是你这里边是 处于一种严重状态了 就是充血 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 要把里面这个血管神经啊 都要给它去除掉了 去除掉以后 将来再用这种 那个药物 再给它严密充填上 保持这块一个根尖 一个良好的一个封闭 就能保证 这个牙齿的 一个无菌的状态 你看后面 这个牙齿敏感 这个什么呢 大家能看出 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图 这个你看 这个牙草骨质 明显的就是萎缩了 也不光滑了 这表面上 牙齿处于一种肿胀的状态 这个就是咱平常说 哎呦 牙齿退缩了 你说你看着 怎么牙显得长了 再看 你看咱们这个牙幼稚啊 最表层这种牙幼稚 比较坚硬的牙幼稚 它就一般指于这个牙灌 这个叫右牙骨之界 指于这个 指于这个位置 如果你这个牙草骨萎缩了 相应的牙已经跟着萎缩以后 这个牙齿根面这块就露出来了 这块露出来以后呢 这个部位没有牙幼稚了 没有牙幼稚 就是直接牙本质 它就对冷热刺激很敏感 所以呢 就是如果说这个 你牙齿萎缩 肯定会导致你的敏感 就是你一有冷热刺激 它通过这牙本质小块 很快就传统到这个牙髓腔那边去了 就是说你就会有这些 冷热刺激疼的这些症状 还有前面我给大家说的 就是老横着刷牙导致这样 蝎状缺损 蝎状缺损就等于在这个部位 大家能看见啊 牙幼稚 它肯定到下面是越来越薄 它在这个部位 为什么蝎状缺损总出现这个部位呢 就是这个部位的牙幼稚比较薄 所以你老横着刷牙呢 就把这个牙幼稚 你就给它最后 水利时穿就给磨没了 磨没了 牙本质漏出来了以后 那它就是肯定就敏感了 所以这种蝎状缺损 就是如果发现的话呢 就及时给它充填上 那你说充填了以后 部位的刷牙是不是还会在磨损呀 那可能还会磨损 但是你就是 最起码你减低它的磨损的速度 而且你这个表层 拿这个树脂充填给它盖住以后 最起码你的症状就消除了 你如果不管它 它里面会磨损得越来越厉害 等磨损到很深的时候呢 射击到牙髓腔了 那最后 射击到牙髓腔以后 那就可能就该杀神经了 回头大家再看这个 这个正常这个健康这个组织 平常这个牙本质敏感 就是咱们一般说的这种倒牙 就是如果说刷毛过硬 或者刷牙用力过大 刷牙方法不正确 都能够造成那个牙颈部的幼稚缺损 还有就是长期的咀嚼过硬的食物 液磨牙导致牙齿磨耗 或者是牙隐萎缩造成牙本质暴露 还有这种液磨牙呢 是指的就是这种牙齿组织 你长期咀嚼硬物 液磨牙就导致这个面上的这一层 这个牙幼稚都给磨没了 你想咱们牙齿从 就说六零尺吧 从六岁就开始长 咱们一直到七八十岁 用了这么多年 它肯定是有磨损的 尤其是年龄越大 它这种生理性的磨损 是越来越厉害的 这牙幼稚要是磨没了 牙本质露出来了以后 它就会出现这种牙齿敏感症 但如果没涉及到牙神经 这些东西有时候通过脱敏治疗 什么之类的 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觉得牙齿咬和面上 就是你这个咬东西酸磨损 就是磨耗比较厉害 大家平常自我的可以嚼点茶叶 或者是核桃仁 大蒜也行 就在牙面上 茶叶这个还真是挺有效的 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吃什么东西 酸了就觉得倒牙了那种 然后那个你就弄点茶叶 你就放在牙上嚼 嚼一嚼以后 它那个茶叶里面有种柔酸 它能够起到这种 它能够封闭下这个牙本质小管 然后那个就是一个是饭后呢 说是不是要每顿饭之后都要刷牙 这个如果说你一般的应该也不用 就是保证早晚两次刷牙吧 但是饭后呢 输出口 把那个大块的食物残渣里的食物竖掉 如果带着那种活动假牙的呢 你最好是吃完干以后把假牙摘下来 摘下来完了把假牙冲干净 这时候把嘴里竖干净 其实有条件呢 就是轻轻地刷一刷 就是轻轻地清理清理 也是有好处的 再一个就是减少酸性食物和饮料的摄入 还有呢就是说 如果吃了酸性的东西以后啊 就是你不要马上就刷牙 那这时候酸呢 对于牙齿肯定是个腐蚀 在这时候牙齿还是被你腐蚀的状态下 你一刷这种磨损可能就会更快 再一个呢就选择一些 就是比较正规的牙刷吧 然后采用正确的刷牙方法 然后使用一些抗敏感的牙膏 什么冷酸磷 还有什么舒适达的那些 什么高露鞋 夹鞋式 它们都有这些抗敏感的牙膏 可以换着用一用 你自己看看哪款适合您 然后也是经常那个换一换 然后再讲这个智齿 你看像这种模型上吧 这个模型上现在都没有智齿 就说什么呀 咱们只要有28颗牙就足够了 智齿是在它再往后 咱们这块是有两颗大牙了 完了再往后应该第三颗大牙 那个叫智齿 这个是在一般18岁左右开始生长 不一样 有些可能都40多岁还往外长的 那智齿 但这个牙一般长完 它都是就是不正 有的是歪着 祖生的 然后躺着 横着长的 就各种情况都有 它这个有的时候呢 要完全埋在骨头里 没出来吧 它可能倒不会影响你其他的牙齿 就这种出来一半以后 它就特别 它又长 不能完全长出来 这样的话呢 它牙齿上面就会有一个牙印带 就是形成一个盲带 这个牙印带里边呢 有些你吃食物的那个残渣呢 它就会进到这个牙印带里边 导致就是发炎 经常你看这腮胖肿了 有时候肿得厉害的话 你嘴都张不开了 如果这种经常 如果反复有这种灌周炎呢 我们都建议拔除 而且一般要长得歪了 我们都建议拔除 你要不拔吧 时间长了 它容易把前面第七颗牙就给顶坏了 因为那个位置它老看塞 因为它歪着长了 歪着长以后它就形成一个三角间隙 那个间隙你就是你是补不住的 再一个大家注意 就是拔牙的时候呢 说有炎症的时候不要去拔 这个炎症就指的 一般指的是牙周牙银的炎症 你如果说我这个牙齿上 牙随因为牙上有洞 导致这种疼 这个时候是可以拔的 这个是不影响 如果有牙周牙银的炎症 说这时候你要拔牙的话呢 是会导致炎症扩散的 一般这个时候不建议拔除 再一个如果说智齿的话 一般拔起来可能比较费劲 尤其下颌祖生齿 歪着长横着长 它这个闯伤会比较大 这个可以提前服用一些消炎药 一般这个智齿是上颌呢 骨质比较疏松 所以呢上颌的智齿比下颌智齿 相对要好拔一些 但是呢上颌呢 有时候视野又不好 这个有时候它特别靠后 有时候你要嘴张不开的 拔这个牙就比较费劲 所以有些人 就是我们建议拔完了 还不愿意拔 这种那个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 要是真是该拔 还是尽早给它拔了 再一个就给大家讲讲去 你要去拔牙 一些注意事项 这个呢 一般大夫也会问你 但是呢 就是如果你自己 对自己健康状况 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的话 你去一般 最好你主动告知 一些大夫 你说我自己 你说我以后 有没有心脏病啊 高血压啊 肝炎糖尿病 有没有什么药物过敏 这些你主动说一下吧 因为有的时候 好比说 可能这个大夫一看 这人觉得他看着 一看挺健康的 可能他就想着没有 就不去问这些 或者有些 前段时间我们 还就是我们科一个大夫的 一个亲戚 说是牙齿都就是 那段时间说就是出血 说那个就是 出血比较厉害 六十多岁吧 然后 说有科牙就活动的 就是那种 特别松动了 说滴里浪当的 然后那个 还是说他女儿 找了个熟人 但是在 就是在 在有医院 还是在 燕山那边 反正哪个医院 还是通过熟人找 因为一看呀 这么活动的牙了 觉得可能有什么病 觉得也不至于了吧 然后他就拔了吧 就给拔了 结果拔了以后 就出血不止 后来一查 就是白血病 结果没几天 这人就死了 当然就说你说 也可能不拔这个牙 估计他也 也呆不了 只是之前没有发现 但是就说 这一个小的刺激 反正这个 你说如果你要碰到 一个比较难缠的病人的话 你现在要碰到 这么一个之前 你可能就没想到 你要是给他查个血 你可能之前那个什么 就比较充分了 你这有人事后 就不好说 其实就是你要说 大家你说这白血病 可能真是 不拔牙 他也 要说急性白血病 发展可能也挺快 但是就是认识特别快 很突然的 就没几天就不行了 所以大家就是 自己有什么病 或者你血压 什么之类的 就是血压高 不要去拔 然后在我刚才说 糖尿病的病人 自己一定想的 你想好了 说这牙活动了 我肯定 我下决心要拔了 一定想的 就提前吃上消炎药 你不吃消炎 去拔了 就是好不容易挂上号了 就说你不想吃消炎药 就把白跑一趟 自己也还觉得挺郁闷的 这个就是患牙 有牙周的炎症的时候 不能拔除 就是你牙齿要是 牙引肿的呢 然后那个 又肿又疼 这个时候不要拔 那时候他们还 就是讲笑话 就说 说有个人 大夫说 大夫我要拔牙 大夫说疼吗 说疼 疼是不能拔 回去吃消炎药吧 过两天 病人来了 说大夫拔牙 说疼不疼 不疼 不疼你拔它干嘛呀 再一个记者说 不能在空腹的情况下拔牙 你想拔牙的话 还是要吃好饭 空腹拔牙 有时候打完麻药 人容易晕 再一个对于女性来讲 避开生理期 生理期的时候 要拔牙 它会有这种 代常性出血 它会出血比较多 再一个人 在这个时候 抵抗力比较低 然后拔牙以后 可能也导致一些 那个病发的一些感染 什么之类的 再一个就是 糖尿病的患者 提前两天 两三天服用消炎药 服用阿斯匹林 还有那种叫什么 法华丽 还是叫什么药 就是那种 做心脏支架的这些 套凝血的这些药的 要停药以后再拔 再一个就要 及时的修复一些缺失的牙齿 牙齿呢 就是你看 它这个功能 要有咀嚼食物 辅助发音 和维持面容形态的功能 牙齿缺失了呢 肯定就是一个是 你吃饭受影响了 再一个食物容易堪塞了 然后再一个对合的牙呢 它会长长 大家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奇怪 这个确实是 如果说你有一颗牙 你看你没有了 对侧这颗牙 如果只跟它咬着的时候 它没有这种阻碍的话 它会一直往上长 有时候就咬到你牙床子了 你这个时候 你等于咬到牙床子以后 你想香都不好香了 你还得把这个牙再给它磨短了 这时候可能需要杀神经啊 或者通过一些别的方法 必须得有空间 你才能够来香牙 大家也能感觉到 肯定这牙人 这牙一没了以后 你肯定面容就显得苍老的 前牙缺失以后 这个美观肯定是受到影响了 一般呢 就是咱们香牙呢 一般是在拔牙两三个月以后来相复 这个是为什么呢 就是刚拔完牙以后 牙草骨会有一个吸收的一个过程 它在前三个月 它是吸收的速度比较快 你如果说的 我拔完牙我就香 香完了以后呢 牙草骨下面又吸收 可能三个月以后呢 它这个空隙就比较大了 然后但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前牙 因为美观问题 你说我拔牙这么豁了 我多难看啊 那可以香一个临时的 临时的先香一个 但是一般就是三个月以后 再重新香 三个月以后 牙草骨它就处于一个比较 就是吸收比较稳定了 在香的甲牙以后 然后那个 它就变化不会特别大了 现在香牙呢 一般分活动修复跟固定修复 活动修复就咱们平常说的那种 每天能摘带那种 带钩子那种 带个托的那种甲牙 活动修复现在也分很多种 就是也是 又有什么精密附着体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舒适度不太一样的 或者固微力不太一样的 有磁性附着体 价钱也不一样 价格差的也挺多的 还有那种隐形异齿 隐形异齿就是 一般对单颗牙 单颗牙或者是 就是一般前牙 它为了就是没有钩子 能好看 它只有一个寄托跟一个牙 就靠那寄托那卡的两边牙 但这种牙呢 它这个咀嚼力肯定是特别差 而且是时间长了 要是老用它咬的 它对牙草骨 它是一个压迫 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支持 就靠一个牙草骨 就是局部的受力比较大 固定的呢 就一般可以咱们相称叫固定桥 现在呢比较热的叫种植一尺 就是种植牙 种植牙就是很贵 现在种一颗要一万多块钱 种植牙呢 就是指的是 如果你整个牙都没了 连牙根都没有了 这时候你要想香牙 如果是两边都还有牙 这个时候你还可以选择一种叫固定桥 所谓固定桥呢 就是把两边的牙呢 都给你磨小了 磨小以后呢 做一个三颗牙连着一块的一个罐 就是考词罐 我这个就没有打出这些图来 做成这个考词罐以后呢 等于是最后要粘到你两边的牙齿上 就两边牙齿相当于一个桥墩子 中间搭了一个多了一颗牙 我们管这个叫固定桥 但这个呢 它这个好处呢 它比固定 比那种活动牙的好处呢 它的咀嚼力要强 而且你不用每天摘袋 比较方便 它的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你两边的牙要磨的比较多 你说如果两边牙就没有坏 然后你给它磨了 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有点可惜 如果说两边牙也坏了 本来也杀了神经了 需要做牙套了 这时候你选择固定桥 那就特别合适 就是本身这两颗牙也该做套了 哎 正好做上套同时 把中间那颗又镶起来了 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但就是如果说两边牙你都没有坏 你要给它磨了来做 这以前之前在种植牙 普及之前 可能做固定的都通过这种方式 现在种植牙普及了 然后呢 可能就是可能更多的 如果有经济能够承受的话呢 可能就更多的选择做种植牙 就不损害其他的牙齿了 种植牙呢 那就是在利用一个人工的一个牙根 就是纯钛的一个牙根 在你的通过你的牙草骨上 给你打一个打一个眼 然后把这个钉子给你种到骨头里面 然后最后长住以后 上面再来通过考词罐来修复 种植牙呢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 虽然现在成功率是很高 但是也还是有脱落的 有反正不同原因吧 也会有脱落的 但是一旦长住以后呢 它但是也就是 长住以后大家还是要注意 就是你还是要需要一个口腔维护 就是你这种牙周啊 这么之类的 你不是说的 哎呀我种了一颗牙 我就那个 就是有些人就简单了 那天我们来了一个病人 还是一个熟人 一个介绍了一个朋友来的 还说那个 我这牙不好想中 后来我就一查 他那个口腔口腔状况 一看那个牙周病 牙结实特别特别厚 完了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得先洗牙呀 哎呦我可不洗牙 他那个洗牙难受的呢 然后那个 后来完了 我们另外一个大家要看吗 我就说 我应该给他讲清楚 我说就他这种牙周状况 又这种牙周意识 他不是想是种植牙以后 种完了就好了 你如果牙周就这种状况 你这种维护的心态 你种完了以后 他一样 他还会有种植体周围炎 还会掉的 最后跟他一说 说那我不种了 他就宁愿不种了 也不想去把这牙周的 我好好 你一看 所以这人就是 我们有时候你也看那病人 有些就是你一看 他是很用心的 他就来了 哎就是人家想种牙了 可能人都了解的很透彻了 你这个呢 他就是想当然的 就说哎我来种颗牙吧 你再一看口腔状况 你跟他讲 人家又特别有自己的主意 哎呀我不行我不行 你这种情况 你肯定不能给他种 就是还是咱们讲 就是能用自己天然的牙 是最好的 自己能保存 自己的天然牙是最好的 咱们这所谓种植牙 你说成功率再高 就是那都是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的选择 再一个就是咱们这种牙根 所谓种植牙呢 其实就要给你 种进去一个牙根 然后在牙根的基础上再来香 说如果你本身的牙根还能用 通过治疗还能用 咱们就没必要去花这个钱 你通过把这个牙根治好了 然后在牙根的基础上 咱们打妆做牙套 就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但这时候呢 牙根呢 首先一个是 牙根要比较 长度要合适 如果牙根已经很短了 你再给它打妆什么做 那它就支撑不了了 这个力量 牙根再一个就是你不要有松动啊 什么之类的 牙根的长度来决定 活动修复的优缺点呢 就是活动修复咱们的那种假牙 它这个做起来呢是磨牙磨的少 然后 这是它的优点 就可能我只需要 只被牙上磨一点小直托窝 然后就通过取磨线的给你做了 那缺点呢 就是它的咀嚼力 肯定是不如固定的 固定一尺 就它咀嚼力比固定一尺要差 但是固定的修复的缺点呢 那就是磨牙磨的多 有的时候就好好的牙 大家会觉得可惜 你如果说这个牙 已经是杀了神经的牙了 那就你肯定 一般我们都是建议做牙套的 再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女性 如果说要是想怀孕的时候 适应这个女性怀孕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提前 应该有主动去接受 这种口腔健康检查 然后把这个口腔里面 比如说该洗牙洗牙 那该有取病的痣 残根的拔 就是把这些隐患 都给它排除掉 因为如果一旦孕期以后 它因为体内激素这个变化 它可能会更容易导致 什么认真期淫炎啊 就是你牙周的更容易 有这些炎症 如果你这种口腔卫生做不好 清理不好的话 它将来就是带来的 那个怀孕以后 再出现这些炎症 就很不好处理了 这个就是说怀孕呢 四到六个月是孕区的最好的治疗时期 但这个时候呢 也尽量还是咱们在怀孕之前 把这些该解决的问题解决了 不要是出现这种状况 因为你在你怀孕期间去看牙 大夫也紧张 你自己也紧张 但如果说没有办法了 那确实是那个什么 一般是怀孕前一到三个月 跟后三个月 都是相对要比较危险的时候 怀孕四到六个月 是相对稳定的 相对稳定的时期 怀孕期间最好不要去照牙片子 就是接触这个X线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 尤其早期的时候 这个病人自己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你要主动告知 因为你早期大夫也看不出来 你说大夫说你去照个片子去吧 一般你说又不合适 逮到一个就问人家 你怀孕了吗 你这种如果主动不告知的话 你说你怀孕了 就照完片子以后 那最后肯定 万一就有点问题 那肯定是不好 再一个呢 就是可能咱们长期的 以前那些老的说法 就说要去觉得 产后坐月子的时候 不能刷牙 不能漱口 但其实那些都是一些 我觉得很多那些习惯都是那个以前 就是卫生条件不好的时候 他们就是老百姓自己想出来的 就是在你怀孕跟产后 都是应该要坚持刷牙漱口的 这时候 而且是更应该 更应该注意你的口腔卫生 就是你这时候 你可能更容易发生这些疾病 你要是口腔卫生 做得不好 你就更容易 这个牙周 牙引炎什么之类的 再一个就是 说婴幼儿的口腔就是 就是我说 孩子只要一长牙 就应该要给他做 有这种清洁的意识 而且呢 就说 不要让他睡觉前喝甜的饮料 有很多说的 那个 说你给他吃糖 我说不吃糖 说的呢 说我们就喝着喝着 秋梨糕 说我们就睡着了 那秋梨糕多甜呀 这种东西 经常是 如果说 长期就这种习惯的话 那孩子那个取齿 肯定是发病率很高的 在两岁 两岁多的孩子 他自己能够刷牙的时候 就应该要让他学会 不要老想着家长去 你说 他刷不干净 我老替他刷 这个一定要教会孩子 自己的这种能力 他刷不干净 他刷完了以后 你可以再帮着他清洁清洁 但是你不要让孩子 长期就依赖你 你这样的话 等他大了以后 受伤害的还是他自己 在乳牙蒙出以后 不要让幼儿长时间的 就含着什么甜奶 或甜饮料的奶瓶 含着奶瓶就睡觉了 这个就是特别 特别 刚才我就说 人睡觉以后吧 他就会 口腔就静止了 静止了以后 他就没有这种冲刷作用 他就对牙齿的损害会更大 所以我们要建议 就是孩子 如果带点孩子 我们就说 你晚上睡觉之前 说有时候刷了 刷完了呢 又去喝秋莉膏去了 那你跟没刷是一样的 就是你刷完了以后 你再喝就喝点白开水 可以 其他的这些 就都不要再喝了 就说还是 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你怕孩子咽 怕那牙膏不好 你可以用凉白开 让他刷 然后再一个就是 家长应该定期的 给他自己查一查 看看牙上有没有 那个黑洞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发现问题 就及时去医院 要不这个孩子 这个 要是长启齿以后 孩子又不配合 他又恐惧 那治起来真是很受罪 孩子也受罪 家长也心疼 然后一家 那么几个大人 陪这么一个孩子 都搞不定 然后再一个就是 现在很多就是 这种小孩就是 撮合畸形 现在好像是 撮合畸形特别多 你看这小孩一般都 都要去做那个 矫正似的 这个一般就是 牙齿拥挤啊 或者有些反核呀 这些 拥挤的应该是比较多 就是那种 里出外进吧 咱们说的那个牙 说为什么会里出外进呢 就是还是我 开头说的那个 随着人这个 额骨的这种 那个人类进化 额骨收缩的速度 比牙齿收缩的速度 要快 这样的话呢 等于这个额骨上 我就放不下你这么多牙了 那怎么办呢 就跟咱们大家站一队 就这么点地儿 那挤来挤去 只能是你站前面 我站后面 会导致这种撮合畸形 这时候如果是 因为牙齿拥挤 大夫呢 就会根据拍片子 看他这个骨头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如果说就是那个牙 牙量大于骨量了 那这个时候 就要拔牙来矫正 那就是咱们站成一队 那人多怎么办 那去掉几个人 大家就排齐了 你不要说再觉得 哎呀我说的那个 哎呀我自己的牙 我不舍得拔 你不舍得拔 那你可能就得 必须再把牙弓要破开 你破开以后 可能就有些险 就是面形 你就改变了 那就不好了 你这种 所以这种东西呢 就是你还是 有了病以后 你就选择一个 你值得你信赖的医生 你就听专业人士的 你不要就是 你去了找大夫看了 你的主意 比大夫主意还大 那大夫就 那最后大夫就 就不愿意给你看了 我们都有很多病人 就是来了以后 你说的杀神经 哎呀我不杀 你说什么 哎呦他可有主意 那说两下我们就烦了 我们就不爱跟他 你说什么 他还按他自己的想的 根本就不听你的 那天 那天 就前几天 我们还是一个 说等愿一个大夫的姐姐 带过来的 挺年轻的 就是两个 就那歇兆缺损 后来给他一去复制以后 一看就漏神经了 我就跟他说 我认识压 这个得杀神经了 哎呀我不杀神经 那个 我又甭 然后那个 你就给我补上 我说不行 我说现在你漏了 我说我不给你处理 你现在还不会太疼 我说现在要给你呼住 给你补上了 我说他马上就会给你疼了 哎就不行 就末里一下午 从上班一直 一会儿进来一趟 一会儿进来一趟 后来弄得我都无语了 我们别的大夫听着 说他 完了就开玩笑了 还跟别人说 哎呦我说 你要娶一个这样的儿媳妇 你受得了吗 完了说 不是过两天 说今天来了 那天到了是没看 跟他这么说 到了是不看 说他那个 我再去想想 怎么怎么着 他说今天来了 说不行疼了 疼了万代来了 就杀神经 然后还有就是这种 一般呢 就是在这种矫正的时候呢 如果是这种 因为牙齿拥挤不齐 一般是到十二三岁 在乳牙完全换完了以后 来进行矫正 这时候如果说需要拔牙 就拔完牙以后 再来矫正 只有发现反核 就咱们平常说的是 地包天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印象啊 咱们正常的牙齿 应该是上面的牙 要盖住下面的牙 这是正常的 如果地包天呢 就是下牙 包到下 下上面的牙在外面了 就像兜尺 咱们平常说的兜尺 就这种地包天 只有发现这种 地包天 要及时的矫制 你好比如说 你可能五六岁 你发现这孩子 有地包天了 那你就早点 给它矫正 通过各种方法 否则的话呢 这个如果是 长期地包天以后 它会影响 它这个骨质的发育的 地包天以后 它就一直上颗骨的发育 然后等于下颗骨 就异常发育 最后就导致 你要从侧面一看 这个面形就是一个凹的 下面发育特别的 上面是凹 这个等以后 要是更严重了 那可能就得做手术了 所以只有地包天 是要及时矫正 就是你发现了 发现有反核 就赶紧赶紧来干预一下 改变它这种养合的 要是拥挤的 你就等到十二三岁 十二三岁以后 统一地根据它的合骨 跟牙齿来 统一来看看 制定方案来矫正 然后还有一些 家长有些概念 说这乳牙不是要掉的吗 那掉了是不是 我们就不用治了 不是这个概念 因为乳牙 它一般 它两岁半长期 从六岁左右开始换 一直要换到十二三岁 所以呢 如果说你说后面的牙 十二三岁才能掉的牙 你如果很早的 你六七岁就 就已经没了 你这个时候 如果你 不去 不去管它的话 最后导致这个牙缺失了 你这个时候 要需要做这个间隙保持器 就是你把他这个间隙 给它留出来 如果你这个间隙不留出来 它将来下面的牙 往外长的时候 它就会往前 多往前挪 等你将来对应它的牙 往外长的时候 就没有位置了 所以就是乳牙呢 就是乳牙也得治 你不要让它过早的缺失 还是它要行使完它的功能 最好能够留到它 行使完它的功能 所以很多就是家长这种观念 就是因为乳牙要换 所以他就说 我就说坏了 我可以不治 这样吧 你不治的话 它肯定会越来越厉害 坏的洞越来越大 然后就导致牙冠缺失很多以后 就可能就留不住了这个牙 就过早的就拔掉了 然后还会导致一些什么面部杀欲的不对称啊 牙齿的肿胀都会有的 还有就是这个乳牙的外伤 乳牙的外伤呢 如果是把牙齿那种 就是完全脱位了 就是整个牙齿连这牙根都掉出来了 这时候呢 就告诉大家一个就是那个方法呢 就是这时候赶紧把这个牙 如果能找到这颗牙 把这颗牙呀 先冲干净 冲干净以后 你不要去洗它 冲干净以后 赶紧先放到嘴里 含着它 然后赶紧去医院 如果说时间能够及时的话 也可能还能够成功的复位进去 但是如果要牙齿折断了 那可能也得说 进行杀神经啊 这些治疗 也是比较麻烦的 这个就是 整个牙齿脱落了 就是尽快地找到牙齿 然后那个 用手捏住牙罐的 牙罐的部位 就是牙罐 就是咱们指的是这个 能看得见的这个部位 这是牙罐 最主要你把这个牙根 让那个什么 你找到这个牙 捏着牙罐 给它冲干净 完了赶紧放到嘴里 放到嘴里 或者是放到什么盐水里 完了迅速到医院就诊 然后如果时间 时间能可以的话 通过再植 这牙 放回到牙槽 那个牙槽窝里边以后 也可能还能够再植成功 还能保存这个牙 再一个就是窝钩封闭 刚才我说的这个 就是六灵牙 就是在六岁的时候 蒙出第一颗 横牙的时候 这个磨牙是很重要的 又是特别容易被腐蚀的 这个窝钩封闭呢 就是等于是牙这个六灵尺 刚长出来以后 它这个窝钩是比较深 有的时候你刷牙 可能也就是 你刷不到那么深的位置 这时候呢 就是要通过一些那个材料呢 就是把这个牙 牙齿表面给它打磨干净以后 让这个材料呢 要渗到这个牙钩窝里面去 把它等于是窝钩 给它特别深的窝钩 给它封闭住 封闭住以后 它里面就不存这种细菌了 那个不存细菌了 它就不容易取坏了 但你说如果我的牙齿上 我都发现已经有黑了 已经取坏了 这时候就不能做窝钩封闭了 这个时候你就只能是 要充填 做充填治疗 所以现在一般就是 六七岁吧 到九岁 我就说北京市 反正连续几年 都是有这么一个活动 政府给买单 适临儿童给它做 免费做窝钩封闭 再一个就是说的 人老不掉牙 活到老要刷到老 不是说人老了 必须要掉牙的 大家就改变这种观念就行 就说你只要你口腔卫生做得好 老了你也可以拥有一副 很健康的牙齿 好了 今天的讲部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